大家好我是秀芬林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們要來講一下這個騎士啊 最近發現的這個練功方法 非常的有效率哦 比羅血哪有效率哦 那就是我們的騎乘攻擊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早上在掛這個健康收益的時候 哦是怎麼掛的哦 首先你們要有一個 一隻甲蟲 哦 如果你們沒有甲蟲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請像我這樣子 哦不要組隊的時候呢 找一個朋友有甲蟲的站在你旁邊 然後他就會用最爛的技能打過來就好了 然後甲蟲會 幫你把怪吸過來之後呢 你再用你自己的路 哦下去炸 那如果有朋友的話啊 我是覺得現在這樣這個模式的話是比較好 因為你這個路啊 還是多一次傷害 那如果沒有朋友有甲蟲的話 你就只能自己用你自己的甲蟲 來洗過來 好的 那這個技能要怎麼配呢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哦 我會建議大家一定要配兩套哦 一套就是我們打王PK在用的 一套就是我們的騎乘練功在用的 哦 好 好那一轉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狂擊5 哦其實這邊我覺得怒爆可以不用點 怒爆可以不用 因為這個你用不到 基本上很少 非常非常少用到 好那我們鍵器熟練度點5 這邊你要把怒爆點到10 也是沒關係哦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樣點 哦因為我們這套就是純練功要用 好騎乘數1 騎乘球練點滿 騎乘攻擊1點滿 狂貓使用熟練度點滿 然後呢 這個衝鋒我是沒在用啊 所以我也沒點 這邊打擊5 吃分訓5 然後這邊我們就鋼鐵意識 4 剛好40點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進階二轉 擊中攻擊10 然後呢 這個剩下的呢 大家可以拿來點這個 零氣劍 哦因為你就算是拿槍的 你點零氣劍哦 我已經有測試過了 我的騎乘攻擊打 是4萬 然後呢 零氣劍7等的時候呢 開下去的時候傷害會變4萬3 多了8%左右 8%左右的傷害 那點滿的話應該是會差不多多10%傷害 好那我就先點這樣 哦這樣就可以了 那多的技能真的看你們要點什麼都無所謂 主要是騎乘攻擊 跟零氣劍 哦點滿 多的你可以補鋼鐵意識啦 因為鋼鐵意識其實就是 你可能練功的時候被怪打的時候 哦還是多少有點用處 那怒爆一樣就是 你的本身武器要火屬性哦 這個我之前就講過 本身你要用屬性附加氣 把武器變成火屬性之後 才會獲得這20%的火屬性加成 哦比如說你去打地屬性的怪 哦你屬性附加 附加火 再去開怒爆才會獲得這20%哦 這邊特別注意一下哦 哦那我們再看一下我的這個打王 PK的這邊也有稍微做一點更動哦哦 我們一樣狂擊5怒爆5 然後快速威復10 挑釁10霸體10哦 因為這個都是你PK用的到哦 這個打王用的到哦 這個都要點滿了 提成俗1 騎兵修煉5 騎兵攻擊這邊就不用點了 然後長矛10 連式攻擊5 然後長矛刺激5 哦這招呢 等一下會跟各位說明 這招就是說你放的時候 可以對目標的傷害增加10% 打王的時候就可以用 非常好用 哦那再來是衝鋒攻擊哦 PK的時候用的到 然後呢這邊就是把鋼鐵一直點出來 我們目前JOB是22級 22級哦 我這邊我會推薦你們JOB點數夠的時候 再這樣點哦 JOB如果點數夠的話 你們就可以把螺旋擊次點滿 點滿 然後進階二轉的部分就是集中攻擊 然後螺旋擊次點滿 哦急速恢復我就放掉了哦 沒有用 哦為什麼之前螺旋會點2呢 因為之前呢JOB點數比較不足 哦沒辦法把螺旋點滿 所以那時候是先用二級的螺旋 那現在JOB點數夠了 所以我就是用滿等的螺旋 那滿等的螺旋跟二等的螺旋差在哪裡呢 我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二等的螺旋呢 他的湧上時間是0.2秒 但是他的冷卻時間要1.2秒 也就是說你1.4秒 會戳一次二等的螺旋擊次 那他的傷害呢是400% 哦400%1.4秒 一發 哦那我們看滿等的 滿等的是1秒加2秒 也就是3秒一發 3秒一發的傷害是 1200% 也就是說你剛剛二等的螺旋 你1.4乘以2 也就是2.8秒 2.8秒的話 只能打出800%的傷害哦 但是你這邊3秒可以打出1200%的傷害哦 哦所以這邊我會選擇把螺旋去點滿哦 那螺旋呢 因為他的冷卻時間點滿是2秒哦 所以我們中間就會穿插 糖冒刺激 因為你中間如果不穿插的話 他會站在那邊等 哦你看一下滿等的螺旋 你如果連續按的話 哦現在在冷卻有沒有 他會站在那邊不動 因為他冷卻時間要2秒 所以你沒辦法是一直連續 像2等的螺旋放這麼快 所以呢 我們中間就可以穿插這個 長矛是 他就會比較有銜接上的感覺了 或是你們打王的時候 你們中間也可以穿插一個挑釁哦 就是利用他那個2秒的冷卻時間 去穿插其他技能 哦大概是這樣子哦 好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齒輪的部分哦 齒輪的部分呢 PK打王 哦一樣是用螺旋征服 因為我們主要是用螺旋 然後無謂律令 啊剩下一個就是 配這個 其他就看你們怎麼配 齒輪的部分我之前有講 有講解過了哦 很多都是可以用的哦 好那我們再來講一下這個 騎乘攻擊的時候 騎乘攻擊就是我們在練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怎麼去選擇我們的齒輪呢 當然這邊就是不需要我們的螺旋征服哦 跟螺旋有關的都不需要哦 因為我們練功已經不再用螺旋去練了 我們可以用這個神聖加持哦 因為這邊我們有點零氣劍 所以我們可以用神聖加持 去增加零氣劍的效果 讓你打出來的數字更高哦 再來就是無謂律令哦 因為無謂律令他是增加集中攻擊 的這個效果 所以無謂律令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剩下呢 其實我覺得練功用騎乘攻擊的話 就沒什麼差 你們可以用這種物理攻擊的 哦或是說你們也可以用這個 補助處理器哦 殺死敵人後會使你的下一個技能 可變勇上和固定勇上都會減少哦 這個也非常適合這個騎乘攻擊用哦 如果有的話也可以裝 但是其實騎乘攻擊他本身的這個勇唱 其實已經非常短哦 可以看到我前面在練功的畫面哦 其實打怪已經算非常快了 都是兩下一隻兩下一隻 然後一次最多可以打10隻哦 所以呢他的練功效率絕對會比 你裸選一發一個 一直戳 還要來的快非常非常多哦 或是像這個藥水增幅也是可以使用的哦 因為你們練功會 會補膜嘛 會喝藍水嘛 會增加這個使用效果都是ok的 變成說你們的齒輪也是要去配兩套哦 一套就是這個騎乘攻擊練功的時候用 我們現在練功跟PK打王 也是完全分開了 但是唯一通用的都是這個無謂律令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這部影片 希望對各位會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